故事都还是生火 生亡比故事更残酷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团两个恐怖漫画系列篇幅 黑色鬼局第一化 集体自杀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博览会上面 一行四人再次相聚 四人都同时身穿黑色装扮 为首的年轻人率先打破这一尴尬的戏份 开始自我介绍起来 他名叫板画 接下来的长发大叔则接着年轻人的话 顺势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社会的渣子 名叫刘宇 再接下来就是两个女生分别叫做强威 马索 那么简单的事我介绍后 四人就开始踏上天国的旅程 还是和之前博览会见面一样 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依旧是板画 在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内容得知 他们史诗旅途似乎在准备自杀 什么安眠药塑料馆 听他们这么一说 是在讨论如何安详地走 可说到底 这花花世界有那么多可玩可闹的 大伙为什么要自杀的 这自杀的理由我也不赘述 毕竟说来道去就是自己的心结所知 过于悲伤观点 充施着这无聊的生活才会这么想的 不过板画就提到 人在临死前会看到自己的灵魂 据说借穿龙之介在自己死前 就目睹过这一现象 而有过自杀经验的马索 却说自己没有见过 但板画说自己在几个月前 看到过自己的风生 他站到老远 默默圆真地看着自己 车里的刘宇 则说自己是某大学机械领域的干员 有一天研究院就制造出世界最高水准的人造人 因为机器人是需要有人物模型的 参考对象就是自己 由于脱关衣服 当着研究人员的面到处乱跑 来调试数据 可说到底 自己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一个机器人可以受到万人瞩目 而一个活生生的人却被现实别难以喘息 我原本在研究院的位置 也被这个机器人替代 你说我这样子 不是社会扎着 是什么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原因 车里的马索实施附和道说 每天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 就丧失活下去的动力 不知是为何镜子里的自己 总是说自己赶紧去死去投胎的话语 哇哦 在座各位 可能有所不知 我为什么会戴着墨镜 因为我这张力 使我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所有把并摘下墨镜 伸手撩开 遮住左边的半张脸给众人看 你们看我的右边都变成这样子 马索上发下的脸颊十分轻松 说是疤痕也不像是疤痕 半坏脸的皮肤处置都没有 看的人是尿散三分抖道 谁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和痛苦的经历 至少说是自杀的旅行 也只无论适合过去的自己 做一个告别罢了 四轮在车内都显得格外的压抑 翔薇这时看到 身后也让车子站在超车 奇怪是这里面的人 怎么和他们三个一样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喂喂喂 你们看到刚才那辆车吗 车内坐的三个人和你们长得一样的 哎呦喂 你该不会是看花椅了吧 说这话的真是板话 但说完之后自己就有种后怕感 因为 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表示我们的分身在这个点是聚在一起的 马索急忙的说 我确定我确定 我是真的和强卫对视了一番 唯一不同的是你蜘蛛脸的长发位置不一样 哎呦喂 照你这么说难不撑 我是从镜子里跑出来的 你可别说笑了吧 但马索却不经意间瞄到了后座位 啊 什么 这后座没有人啊 这说自己脸颊有问题 可撩的是左脸和刚才对视的人是右脸有问题 这人该会是镜像吧 马索发现这一现象后并没有告诉给众人听 死人来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而这里就是他们准备要自杀的现场 使用的方式是和松上松树挪威森林中描绘的场景一致 将管子连接汽车排气管到车内 人在密封车里马上就会昏厥死亡 刘玉和马索这是至高分有的心智布局 可这一行为让板画有些生疑 便拉着马索到一旁说 这刘玉有问题 刚才我车到这里的时候都熄了火 还能听到马达声 而且只要他一动这声音就出现 这家伙该不会是机器人吧 马索这时也将自己的发现告诉给板画厅 你看一下这镜子就知道 卧槽这这不管怎么说 我们俩赶紧开溜吧 二人一紧张脚下的步伐 不禁是踩着树枝嘎嘎作响 还在布局的二人听闻声音 提着刀就追了过来 喂我们不是说一起死的吗 你们为什么要跑 听到这话的马索心都慌了 一脚踏空摔了个狗肯尼 行急之下抓起地上的石头 闭眼直接砸了过去 赶过来的香味正好被砸到 瞬间化作玻璃碎片 这边刘玉和板画二人正在扭打着 刘玉一刀直接说进板画的脑子里 噗 板画整个人跟吸了气的气球一样 炸裂开来 什么鬼 这一车三轮都不是人 难怪自己看到车里的时候 没有看到自己 马索死时也来不及多想 起身继续逃跑 穿过一片树林的他看到一辆车 急忙前去求救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马索定机一看 这什么啊 为什么车里是他们三个 板画这时睁开一个眼睛 大吼道 哎你谁啊 哎破坏人家在自杀 这很没有礼貌的啊 车内的他们虽说一肚子的怨念 但看到身后追赶的流域 满箱怒火 瞬间变成满脸疑惑 喂你不是应该在研究所内的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机器人流域 健壮 拔腿就往后黄奔消失在树林内 其余三人就开始对马索盘道 蘑菇你哪路 什么叫 牙道 弯须的小路在脱条 一套黑话说的马索是一愣一愣的 都什么时候了还来盘道 我 我是马索 啊 你就是原本要和我们会合的马索啊 事情到了这里才终于有些眉目 原来马索之间和分身他们会合了 但那机器人流域又去哪了呢 写定下回分解 节目的最后 我简单的和各位说一件事吧 网上有很多所谓的自杀群体或论坛 闲些年就有新闻说过 群友相约自杀看到人家服毒或跳了下去 自己求生欲望顿时就卖 而倒霉的却是那些先走一步的人 即便是相约迅行的情侣 也会有胆怯之心 人在接近死亡后才会懂得生命的真谛 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理 荒荒世界要行乐 自寻死路不可取 各位努力活下去吧 我是佐马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